謝謝他,我們現在可以參與 那我相信大家一定不用再多介紹 旁舟這邊 那我覺得在這部分裡面 過去幾次跟澳洲這邊的部分 我覺得自己的看見和感動 而且又是在公共裡面 可以用非常多的一些 不管是在開放政府或很多的 在民眾參與很多的一些政策的討論上面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有半的Leader 那我覺得部分的應該是不是我給我掌聲 再一次給我,然後這舞蹈就是鼓勵 好的,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我們幫助你們來到這邊 那因為就是這個關機會產品有關係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手機 或者電腦或其他電腦網路的設備的話 可以找這個vr 或者是如果找到的話 可以可以選手都輸入網址 sli.com slido.com 然後輸入0125 那不管你是透過桑的QRM 現在就不見了 或者是輸入slido.com 然後輸入00125的方式 我們都珍惜一下 現在還看到了QRM的這個片子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把各位的手機的影片 稍微徵收過來 當作我們同音機的一個替代物房 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在上面可以隨時問我問題 因為我通常延長都沒有要講什麼 那都是看得來想要聽什麼 那所以在這個空間裡面 大概有兩件事情可以做 一個是說 任何時候想要問問題 就直接捨上去 那第二個是說 任何時候看到別人問的問題 你想要問的時候 只要按讚就可以了 那按讚的這個衝動啊 就是在兩個小時左右的演講的時候 其實大概到一小時的時候呢 其實不管同音機有沒有壞掉 聽眾當然也就不用再看過音機 都是在發售期 那所以通常我演講的時候就是 大家一定要找到什麼東西 按讚那個衝動 徵收過來 然後讓他們這個按讚對於演講 是稍微有一點幫助的 所以就是要記得按讚這樣 那最後就是說 因為我被用到很多reference material 就是很多的網址 那我講的當然是不太可能 就是都講得很清楚 那所以我身後會把它的補充在slide上 那所以以上就是我們接下來 唯有多少四十分鐘 三十分鐘好 那就是我們接下來三十分鐘 每一個結構大概就是這樣 那大家還在想要問什麼問題的時候 我想我先稍微介紹一下我的辦公室 可能也有朋友有到過這個辦公室 還是在工作 就是台灣當代文化實驗場 簡稱文化實驗場 好像沒有簡單到哪裡去 簡稱文化實驗場的那個 可能叫空總的位置 裡面有一個角落 本來有三三十九號 那是重新實驗中心 那當時我在加入行政院的時候 有三個工作的條件 那這三個條件是經過一整個月的 Public consultation 就是跟整個網路上面的所有人 一起討論出來的 那討論出來之後呢 這三個條件就變成我的theory of change 就是我想要改變公務門的 這樣子一個理論 這三個條件分別是這樣的 第一個是說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 我都算誠實的上班 那人是行政總處 其實這個是有改變的 只要任何人的工作跟網路有關係 他就可以讓他的老闆批准說 你不是有工作時間跟空間的限制 只是說很少幫我美人知道這件事情 那我等於就是讓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是說 除了可以在任何地方上班之外 我是絕對不下命令的 我也不接受任何問題 那意思就是說我做的 從來不做才是 我就是做一些建議吧 所以說這位委員 純粹是協調的 而且可以說是一位網譽之外 那第三個是說 更重要的就是 Rethical Transparency 就是在這個空間裡面 我們辦公室發生的任何事情 只要我能夠看到 我都對外公開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說 從文入到現在 大家都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我每天就是看到 見了哪些人 然後做哪些事情 然後所有的一切 都是透過竹子桶 錄影 等等的這個形式 對外公開 那但是因為這個東西壞掉了 所以大家就只能 聽我用講的 但是有什麼 有一個無線網路給借一下 無線網路密碼 這類的 好 OK 那所謂的撤離公開 其實有一個好處 就是說 我們在公務體系裡面 就像剛剛的 公務行政學的那一堂講的 其實絕大部分公務員 其實當加入公務服務的時候 是想要一個比較穩定的工作環境 但是不表示說 他對公益沒有興趣 他是說 他對公益的這個興趣呢 是放在後面的 最前面的其實是 讓自己的工作負擔不要再增加的 因為加上已經非常嚴重 過勞已經非常嚴重 所以任何人都節省公務體系 時間的事情都是好事情 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個是說呢 如果以前公務體系做了一些 實驗性質的東西 然後失敗 那像部長啊 政委啊 永遠都可以說是無關執行不利 那但是呢 如果他們做一些創新的東西 碰巧成功的 可能幾率只有5% 那所有的這個Credit 所有的這個功勞啊 通通都是部長啊 政委啊 總統的 所以從公務員的角度來看 其實他們毫無創新的攻擊 因為呃這個Credit 一個Blame的Matrix 你如果用呃就是 游戲裡面去算的 或者火影裡面去算的話 其實對於創新是完全沒有保障的 那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做 所謂激進式的功能 不是因為我的意識形態 我沒有什麼意識形態 而是說 這是唯一的一個方法 讓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叫做 why policy making 而不是只是how policy making 或者what policy making 就是當大家還在實驗 還在嘗試的時候 我們就把所有參與的人 通通都啊 啊 要在一起 然後讓大家在正式還在討論的時候 啊 就讓大家全部都知道 那我也知道說 到現在這個情況下 我如果不舉一個實例 好像是非常的這個 就是抽象的 那所以啊 我就舉一個實例 就是我們啊 有一個公共城市 網路參與的實施要點 那公務員有了要點之後 他當然就可以去做 啊 所有的這個公告周知啊 等等的事情 所以呢 那舉例來講 所有的啊 公務體系裡面 在做的每一個計劃 啊 所有的KPI以前 只有國發會廣告區 那些產業生計 不變廣告的 那我因為我說 我看得到的一切啊 啊 外面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看到的所有的 一些廣告箱呢 就全部都放在 中英聯絕 裡面提到的平台上 大家都可以對於 我們真的要做什麼事情 有一個記得的了解 那當然這樣子的情況下 網友的意見 都會出現了 那出現之後呢 我們就有各種 各樣子的 啊 部位裡面 組成為了開放政府聯絡 這樣子一個制度 那所以呢 每一次當我們在進行 這樣討論的時候 甚至還是在review的時候呢 我就把 啊 鼓勵公務地區去進行創集 我們現在有機會先換 嗯 好 好 我們換一下臉健身 在這個時間 大家可以利用剛剛 當作講的一個 小一點的問題 想要問的問題 被替在上面 或是 你看到上面 現在有很多問題 那你有沒有 也想要問 我們可以在上面 直接按個讚 大家 因為 根據大家想做的 他就可以 來跟大家做 比較深度的 互動和回答 這樣 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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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PETUS就是新建公務數位重新空間的第一位公司 就是CIAPI的Introduction Designer 之後很快因為Designer都會REAT Designer 所以我們就一直在RCA的另外一個張范瑞 可能這邊也有合作過 最近才從中國上海還有挖了另外一個號艇過來我們辦公室 其實我們辦公室的一個特色就是說 剛才講的就是我不下面的一切都是基金式的透明 然後其實大家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 那這個其實對於Designer來講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工作環境 因為大家不管在做任何政策上面都是自己的時候 都可以去實際的去找到像這樣子的一種 他們覺得印太就是會非常大的地方 而不像說有在PETUS說奧瀉蘭提南用到爆炸 那但是呢這個PETUS就是這個部位的開放政策 有很多人他做的是一個touch point 就是說他一下子就去讓網路上面可能上千個 就是抹槍都在說財政部長散開 或者是說有在說官方網路上勾結 或者一些無台無論的一些留言的朋友 他只做一個information 他就是說如果建了一個touch point 那個人他只要抹槍就自動獲得一場 參加我們設計唯一的門票 然後他做了這件事情 那我當然馬上在底下留言 比如說他想來對照 然後背書 特別問題都是我的錯 那在這個information出現之後 這個touch point就完全改完了 那一下就突然之間 有發成的朋友 忽然都開始提供一些constructive的一些意見 那你只有兩層還在錄錄的手機上下看 因為就有一個倒流的一個支付 所以我們在design 的時候 design 是maximize 什麼的 我們是maximize trust 然後maximize inclusion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trust 它並不是說 要原理相信這個 那個叫fascist 是要救助相信人民 其實要回去相信人民的意思就是說 當公務員去聽到 有五千人在網路上這樣吸引的時候 他腦子裡面有很多fear uncertainty belt等等這些東西 我們去把他引入這樣一個空間 像剛剛大家看到我那個辦公室的那個足球場 它事實上是另外一家設計公司 叫鐵鐵扇去跟謝邁爾去做藝術資料的時候 設計出來的 因為謝邁爾他們看世界的方式 是透過幾個的學的方式 而不是像我們看的是透過 抽象的數字和文字的方式 所以當他們畫書 他們看到的這個空間的時候 它就會把人帶進一個 非常越有的micep了 那所以我們學老師公園第一次 跟他們去進行協作的時候 他進入這樣的空間 然後這個空間 每天看到半夜11點 所以學德爾在每一個禮拜三 都在這邊問大家看到我 我就覺得非常熟 而且我們還有一個resident的主廚 然後會一直煮很好吃的東西 所以就確保說 當他們腦裡的這些native association 再看到這些petitioner 以及petitioner 第一次看到他們的時候 那它是在一個save space 就是一個安全的空間裡面 所以這個安全空間呢 設計就是trusted design 這個是我們做的第一件事 那第二個是說 讓很多人不能來Pathic 到我的辦公室 很多人不能夠來Pathic 可以參加這樣的collaboration meeting 所以呢我們用數位的方式 其實我們看的就是說 它能夠帶進多少的人 而不是去讓多少人 強迫它飛到網站的課 所以它永遠是assist 而不是replace 我們看到AI的時候 就會想說就是assistive intelligence 而不是說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那當我們做這些直播 這些東西的什麼 它不是來取代 它在其他桌上貼片鋰貼的 這個bizan process 而且它讓我們貼片鋰貼的時候 多了很多材料可以去使用 那當然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當然沒有辦法illustrate 太多case 但它有很多別的問題 所以我這邊只講 一個trust的一個principle 就是永遠不要去和諧民間的意見 政府相信民間的意思就是說 它現在留言板上面寫到 居然提了字報多 我們貼片鋰貼就要貼字報多 你絕對不能拿到任何一個字 你也不能把它和諧成這個文字 稍嫌然後最能等 就是公務員會希望長關係啊 不要太高的那種自動修辭 因為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它就是你的目擊 它就不是你的夥伴 那只要說當它如實地 它就能夠呈現到這個 今天這樣 user journey 上面的時候 它才會覺得是真正的一個夥伴 所以它說 華麗到任何人迷惘 那我們就要貼華麗到任何人迷惘 那這樣子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 網路上就算兩代人都說 自動的規範也只是一張面立體 所以它告訴我們說 我們這個process要的是 inversion and diversity 它要的並不是屬遠 我們從來不屬遠過的 那最後就是說 它去challenge我們這個frame 好比像說 前年的暴雪軟體 暴雪到快結束的時候 會按照你所在的 那個區域或水局 有一個不同的網板跳出來 說感謝你對國家的貢獻 可能有人有看過 那這個invention其實是 在別的地方也許 大家覺得娃娃好可愛 但是當你在暴雪的時候 感覺就是充滿了反思 所以其實就是 感受是非常不好的 然後呢 莫迪卡斯當然是 想要求大家暴雪 所以心情好一點 但是網友就尖銳的指出來說 他只要想到要暴雪的心情 就不好 你不可能讓心情變好 所以所謂的痛快 就是痛的就快一點 所以一定要重點是 把所有東西 這個路要它終於都拿走 你不在哪個地方 放一些讓人心情 好的東西都是沒有用的 所以即使是這種challenge 我們整個frame的東西 我們都必須要如實的把它提醒 這樣子的大家才會覺得說 要幫到我們的省事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在設置上 就是設置上 就是設置上就是 建面三公頸 那不管他們在網路上面 拉官網 拉火稅局 拉得多兇 我們實際到這樣一個空間 大概一起開始跨畫畫畫畫 的時候 其實就是根本就拉不出來 因為大家就發現說 大家可能專業不同 但是加在一起 像拼圖一樣 才能夠解決問題 所以我們這個東西 就做了四場 那當然都是都有這個 就是 這四個貼圈的幫忙 那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重點就是說 我們去年在 麥根論上這個的 滿意度大概是96 這個你只要砸大錢 大概就做得出來 重點是說 這裡面一專一網 有上千的網 就覺得是他們有貢獻獲得 所以我們就看到 前所未來的情況 就是說 我是不用再去訓練 這個職貨會的服務人員 我們看到在網路上 PTT也好 或者是Facebook也好 或者其他論點也好 有許多人 他甚至遲遲地會 將內地的網友出來 然後幫忙做教學 幫忙做調試 幫忙做什麼 所以就讓這個 就是比較工業化的界面 到比較現在的這個界面 這個translation 但是盡可能的去 去武功職業會 那所以 當然很多人說 這個 就是前年之所以 它就會爆炸 就是因為 有許多人說 你Mac可能高學 可以去接Windows 那所以才會有這件事情 那所以 到了去年 就變成了Windows的人 這個沒有新的界面 可以用什麼樣的去接Mac 來奧學 那所以我們也接了很多 Windows使用者的投訴 所以 今年剛才 就是所有的 瀏覽器都可以使用這個 所以 包括這個想說 有一個故意就是說 即使我們在公務門 他沒有辦法 把所有人都一定 帶到同一個房間吃 就是一樣的 好吃的東西 看這個好的 衝龍前神等等 我們現在一個 很常見的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去實際 那個地方 好像說 紅村那邊說 我們就去紅村 然後跟他們在那邊 這樣討論 但是所有的公務人員 都可以在台北 但是直接在公眾 握入雙向視訊的方式 這邊丟球 這邊接到球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因為十二個部會 或者十幾個部會的公務員 都在同一個房間 就不會有以前那種 這個 tower 第三個部會的時候 好像就是說 我要揮入內策裏 揮入背軸部 後他們收到的時候 其實沒有人記得 當主人的麥ادike 是什麼了 而且這個是所有的人 在完成的麥اد Enjoy之下 還不能說 祥也會揮入內策裏 但是你 Elliot Enstok 都做在這適合 所以他們不得不 braいストーン 然後不得不 去實際 看到這些人 那這些小女朋友們 實際看到公務員 都會 hypніer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 ô boo Gate面 一分没有三分请 可能还可以五分嘛 那这三分请还是一种感情嘛 所以在那之后 大家就比较会觉得说 那我这部follow up 我就可以实际找到这些人 那我们就不会 好像说都是政委啊 部长啊 总统啊 在收割大家的成果 而且说 大家可以实际的公务员的角度 看到说这些提出需求的人 他可能只是为自能力 可能没有过康康的公务员 要来的好 但是他们是有非常多的 就是customer wisdom 可以去贡献的 所以我想这个是 我们在做设计的一些基本想法 那有一个问题 想知道说 对外设计会员的期待 以及跟现在工作 是不是有机会去留言介绍 我们现在工作 其实并不是在做特定的设计 我是在推广所谓的design thinking 那design thinking呢 其实大家都应用于我手了嘛 所以我只是把就是 在公务行政上面 刚刚讲的政策的阶段 跟就是design thinking的一些基本想法 试着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我不想今天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简报 那就是我们那位不同设计师需要做的 他说的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 每一个部位在社会分支的时候 他当然都是以当时的社会环境去进行设计 但是政策委员的出现就是因为 有一些事情像电竞 当它出现的时候 其实是从文化部的角度来看 这不是一种传统文化 所以应该是经济部的事情 经济部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只管球场 我只管去管球员 应该是教育的体育艺术的事情 体育艺术中的动脑身体 这思路是文化部的事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政策委员发挥功能的时候 我就要想办法拖到 就是把电竞选手的这个个人的历程 拖到网络上 那BTT的消停啊等等 我们去提出一些很创造性的想法 我比方说我记得跟文化部的主命 当时我讲的就是说 你知道吗 现在围棋都是在网络上面训练 都是在网络上面下 而且电脑下的敌人跑的 所以呢我主张围棋是一种电竞 那就是文化部既然对围棋选手 有一些培训的方法 我也没有要更多 我只是要公平嘛 那随后的文化部的主命就发现 围棋真的是一个电竞 然后他就同意了 那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的角色其实只是把 网友的这个有道理的留言 就是我们叫做五楼 专业的五楼 那为什么五楼很专业 五楼就第五个留言的人在里面 那为什么五楼很专业 因为前四楼都是 他没有看文章就在那边办嘛 那但是 那五楼就是第一个 能够最快看文章 而且又可以提出观点的人 所以就是最专业的人 那所以这个是就是屡事不上的 所以我就把这些五楼们的 意见就是带到 就是位置上面把所有的金探号都拿掉 所以公务员就会觉得说 网友好有床 那同一门道理到公务员进行讨论之后呢 我再把公务员的这个讨论的过程 全部用我们这个工作记录 大家可以看到 加入政府这种每一天的工作记录 都在这边 我跟三千多个人讲了 加起来是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五句话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所有人都可以如实的去看到说 哎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到底是怎样在做的呢 我每次 office hour就是他这样都可以来找我的时候 那每个人到底有什么诉求讲到的什么事情等等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会希望就是政治研究院能够一起做 不管说是帮我做的 就是去propagate 就是去扩散这样子的一种概念 就是说大家看起来好像是 就是零和的一些事情 就是tray off的一些事情 但很可能只是因为 之前没有过一个好的设计 能够把大家看起来是 可能环境跟经济发展中间的冲突 或者是说社会发展跟这个效率中间的冲突 等等这些arbitrary的冲突 把它变成一个能够加在一起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们这个当然在书语里面 它叫participatory design或者是code design 那所以我会希望说 在每一个可能的它冲突里面 我们现在已经把服务设计 纳入政府数位设计的一个准则 所以可可以想见的就是说 在接下来政府数位服务设计 从被它变成实际的情况下 我们所有政府新的数位服务的项目 里面都会要先做 实际上学研究 去了解实际上学寻求 去做continuous integration 所有这些东西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会造成一种新的文化 就是说在我们忙着去服务大众之前 我们先去听这个最酸的 或者最专业的这些物流 到底是怎么想的 那这个时候会需要大量的 有这样子的就是能力去告诉 就是政府的承办说 你只要用某某方法 你就不用害怕 因为所有的credit就是都是分担的 然后所有的blame都是就是有 就是上位的人来扛的 这个就像是我们的选择二 就是说要有一个人来就是做沟通 然后以及所有的跨离研究的事情里面 知道他是任何工作的问题 都是这个人的错 那所以如果就是有空的话 我觉得我们可以就是在政府 政府准备的这个基础上面 把develop 这样子一种 把co-creation 当作台湾的一种特色 就是大家都非常自由的 可以去拆政府原地重建 去做一些 大家觉得这个应该要有 到什么没有的一些东西 给政府看 然后我们systematical 也把它们整的进来 那有其他朋友们问说 退行这个社会创新 公共创新的过程里面 遭遇到什么最大的瓶颈 suprously 我们没有遭遇到任何抵抗 就是没有任何理解 其实大家都很希望 有能够省力 然后分享cratch 然后就是对大家都有 供应性的事情 到底谁不想要呢 那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我没有读到任何特定的误会 我一旦开始读到特定的误会 就会开始有能派 就会开始有派思 就会开始有说 我做这个决定是比较偏谈 我所读到的某些误会 那正是因为我没有读到 任何部分 所以刚刚像这种电竞的这种 状况出现的时候 在那部分 互相突然退去的时候 我就把就是 按照朋友的建议 把蛋糕切成 刚刚好三分之一 然后大家各自拿回去 做各自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大家才会觉得比较服气 而且也觉得说 人家好像是 我自己强生出来的这样子一种 扣子上的一种想法 所以我想最大的瓶颈还是说 外界在至少入隔的第一年 多少会有一些期待 好像是说我能够一个命令 然后能够读会这一个动作 不过那个是独角的事情 那一个并不是证为的事情 那在第二年 成果大家大概都已经习惯 这种情况 就是我全部都是一个建议而已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目前是非常非常的顺利的 那当然也是因为说 如果就是 还卡在本来的结构性命令 还没有有创意的人想要来找我的话 其实我也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在处理的案子 不管是这件案子 我们可能处理了上海案了 当然还是 但是其实中央民国行政院里面的可能 还在自己的 但是至少在台湾之一里面 并没有处理到任何的这个阻碳 那有个朋友提到说 有个设计下乡的一个社会创新方案 那这个其实我不太用下乡这个字了 我都是用日子能有类似 因为其实下乡其实我很懂 我去去分享不同的事情 但是这个是不错的 就是说刚好是我不懂的 所以我想要知道说 大家在各自的这个hometown 就是各自的故乡 到底做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其实我们在空中啊 我们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各地想象到的一种新的可能性 比方说像这些PEB 就是自驾车嘛 三轮车嘛 大家觉得说可以在 不管是厂照啊 urban design啊 特的那样的方面 都可以取得各种各样子的做法 但是呢 这个在MIT过来的时候呢 他就是实际跑来跑去 我们说 那可以在金国花市买花的时候 一面把一面放下去 然后就是买完之后 你还可以做下去 然后可以解决很多 这个长辈买花的实际的这个问题啊 还可以当做捞览等等 那大家就觉得说 一个整个红红的眼睛 看起来不是很倾斜 然后而且其实也不太知道的时候 当他就是发出公司的停下来 就是表示他不太知道 怎么碰到一个情况的时候 到底是这么回事 所以呢我们事实上是 那就是各地的学生 因为这是欧和做的 你知道多一点点城市设计 或一点点电机电路 你就可以去任意的去改动 然后呢去好像swarn 就是说 大家各种各的 但是呢在开放的景点之下 然后呢就有一些人 a struggle of good design 就是说他就是有两个眼睛 然后他会 make eye contact 他会看着你 知道说你现在还不过满路 你就只好一直停在这里 而且还会长眼睛之类的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就比较能够融入在一个这个 就是实际的做法 那刚刚我也说那我们有没有一些就是在 在那里想出来的好的想法 我们就把他参考会进到 就是政府的法规里面的 事实上是有的 他非常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是空气盒子 那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就不太讲太多 但是我们巡回到各地的时候 尤其是空气困难 比较严重的一些区域 那他们会把这个当作环境教材 那很多是市政府的教育局 跟这个平坚合作 然后呢让小孩自己就可以在 自己家的文台等等 去测完片2.5的制度 那这个呢 其实是非常有趣的 就是说他告诉大家说 我们不是执行资料的使用者 任何人都可以是资料的产生者 这是一点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产生不是指导 我自己和我家人看 或是放到中年院的 罗拉斯平台给全民台湾的 甚至全市政府 气候科学的人看 那但是呢 这些朋友呢 这个contribution 其实在大洲国家是无法想象的 所以刚才就是讲到 台湾的branding 我经常都拿这个当台湾的branding 因为不管是 亚洲的各个其他国家 民主或者非民主国家 他的言论机会 检测自由 都是台湾的一个领头而已 我们用世界上的这个 Civics Monitor来看的话 我就可以发现说 刚刚讲的北欧国家 牛澳、加拿大等等这些 他当然是有完整的机会 就是言论自由 但是呢 我们看政府的这个空气表测 觉得他不太 离我家不太够近 然后我就可以自己加一个 然后用两千个战争去挑战 战争的一个正当性 这件事情 在任何其他旁边的亚洲 我只要在联络过分享的时候 都是说 为什么你们台湾 会让这些累积到两千个人 在我们这边 两百人就要插水标的 那到一千个人 如果他不愿意加入政府 就要抓起来了 那为什么 也要容许这个民间 有这样子的情况 那我们就说 因为台湾解研之后 有十年的时间 还没有总统直选 那这些社会团体的 关系力都比这很好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只能打不过就加入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 我们对于这个民间 这样一种 就是自发性的社会创新 一向都是保持着 大部分加入的动作 那加入的东西 哪里 哪里也沉溺 所以 今天我们就用了这个 潜在积构建设里面 民间公共互联网的这一支计划 去问大家说 大家觉得说 可能民间账户很好 那跟其政府能够做什么 那么就说 我们希望政府和到一些 民间不能跑进去工业区 挂在他们的那个路灯上面 然后直接挂我们的微信干涉器 这样我们才能抓到工厂的不法开放 因为我们就很停 你真的就去挂了那么多的 这个微信干涉器 或者有民间人说 我们想要知道境外跟境内 它的无人远的这个走向是什么 所以他们在台湾海沙 就是东都 就是便宜一点点的地方 加微信干涉器 那这个非常的困难 因为就算是无人机的话 飞翼圈也会摔下来的 那所以民间是不可能挂到那里 而这个对民间是重要的 那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说 那我们在这边要加离岸风机嘛 所以我们改一下这个合约犯的 那所以在那边 这架风机在城上 就必须放一个空气盒子上去 所以 第一次就是说 这是纯粹虚弱反应式的 民间已经做得好 我们不用去跟它对抗空性力 那民间做的 觉得说 母亲应该真的是有公权 你怎么能够放到 那我们就这样做 所以其实不需要政府 全国对国的关系推广 所有就是 在就是开放原始 那这个社群的人 自己拿一个 Respirit的话 他就可以加入台湾 所发起的 这一个民生风风无联网 空气盒子的一个网络 那所以这个 国外的朋友们都说 那为什么台湾 这个政府能够打不够 都加入 因为我们用了非常多 先线的情绪上 分散是这样的 我们的 去确保说大家的数字 到国家网路中心的时候 是在一个像区块链 这样子的一个掌握上面 所以 任何人都不能寸改 选前 我们也不能寸改 选前的资料 如果寸改 它全世界都发现了 所以就是透过这种 肃静互信的技术 来达到这个永续的发展 设计最适合成为解体者 还是整合者 我觉得这个完全要看看 你的设计的一个process 如果我刚刚讲的是 co-creation 是就是humility 就是你设计是用一个 我很谦卑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希望大家来告诉我的 这样的道法做设计的话 那当然在一开始解体的时候 你就可以进来 因为你的作用并不是解决问题 你的作用是recontextualize 就是把这个问题的综合脉络 去给所有人 专一让他知道 然后第二部分就是主持 就是收敛的时候 确保说大家并不是集团压葬 而是说就是 大家在讲一些同一件事情 就是不是个白鬼 当然是买同一个鬼态 那这个也是刚刚讲的 这种open innovation 最主要做的事情 那当然最后到deliver的时候 那这个当然也有设计 可以做的事情 那个就比较像 我刚刚讲的这不是 会使用认责的 所以这些不同的process 它需要的是不同的生态 但是我觉得那个设计 是意义观之的 如果它的conceptual integrity 没有办法意义观之的话 那很容易到最后就是 我们试验了很多 然后拍的出来也不错 可是到deliver的时候 就就乱掉了 唯有当我们一开始 就把最后一分钟 要做的那个deliver上 以报线人体而言 是观报好度吗 那这样子的人 或者是那个民生公共联网 是各地的反报群的警察员吗 就是所有这些front end users 他在最开始想 我们到底要接受评论的时候 就要能够解答 这样子的话conceptual integrity 就不会跑掉 那这个是一个具体的伟大 那对鼓励组织创新的制度化 要设计有哪些cadrant 我用的通常是Buggested Forward 就是很有名的一句话 他说当你看到一个 的反调的系统的时候 不要去对抗它 不要去就是跟它挑战 而是说你做一个新的系统 然后让大家慢慢来用 然后慢慢就是旧的系统 等等都觉得说我的存在 对他们也没有外出 那所以就是说我也不需要请保镖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是说 刚才想到一个能够贡献的 那即使他是立委 或什么 他就是一个公立的民众 他就来贡献 那因为我们分合立法院 最后遇上也是立委审 最后法案也是立委审 那他的助理在一开始 能够参与的吗 他换取也多一些啊 所以总之就是我们 并不是去就是加强 戴业政治的正当性 但是呢当我们就是补足戴业政治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去调查戴业政治 那所以这个我想是最核心的一个pattern 那其他的大概都可以从这个pattern里面去衍生 我还有-一分钟 所以接下来我就快要快答了 我觉得这些品牌的特色是说 像刚刚的那个社群企业 或者我们线上的这些众议品牌等等 他的特色就是说 第一个他是一开始承载大家共同愿望而诞生的 就是你放一堆天灯 那这个平台就是用来 把大家的天灯让他好好降落的这样子一个平台 那如果你就是像 我们啊就是整色白评书 还是这样子一个状况 就是一大堆天灯 然后变成白评书 变成记载发 变成呃 会员等等这些东西 那所以我觉得 只要他的legitimacy 他的正当性是来自于当时的这样子一个process 那我觉得这个平台他就会被认同 就好像是我一起参与一转一瓦开的一座庙 那但是当他想要扩增的时候 如果没有一个同样的 整个process的话 那这个时候就要非常小心 因为就会有一种好像在首歌的这样一种感觉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回答 嗯 视频对设计还是不太理解 或者returnal无关 如果引起视频的共鸣与认同 其实我们做这种configuring design 我们design可能就是小时的吧 其实我们并不会让大家都是觉得说 我们在做design 大家就会觉得说 我们在一起让什么东西变得更好 那所以我没有特别觉得说像大家在用一个软体很好用 或者用一个公共服务很好用的时候 需要在脑内一起放着当时的那些关键 或者是当时的那些失望感度 或者这些东西 甚至在这些朋友里面 里面少数对这个当时的兴趣 对参与有兴趣的人 他在看到下一个他录建物品的时候 他知道要到哪里找你 我觉得这样子就已经非常好了 我不觉得说就是每个都需要成为设计师 就像我本身是学成事设计 我也不觉得说大家一定都要来学成事设计 那所以我现在在所有大学去做成事设计的素养教训 我们也只需要大家不要怕成事设计 那大家做的就是说 你有一些很好的事情 就是像每天要做的文书处理等等 你可以抓紧张图 然后放到一个叫Securi的AI的引擎里面 然后呢你所有这个创作的东西 就会有机器方面自动做好 那其实我全部就是希望大家看到成事设计 不要害怕 全部都是这样 那等到你对这个成事设计有兴趣 再拒绝成事设计就可以了 那去平台化是不是最佳的创新途径 我觉得你要先有平台才能去平台化 所以说先有平台之后 那像我们在网络之理 最强调的一个就是它是可以分支的 就是当你觉得这个平台 规则的够好的时候 你随时可以把它原样 越拨不动的搬到旁边 然后再开始一个什么别的 那这个在区块链之理 在米特币啊在什么上面 都是这样你会一直听到分叉这个词 那分叉的并不是好像以前社会运约上的一种 好像就是鸽炮断眼的那样 它其实完全就是 我把本来信有的保留住 然后往一个新的方向去进行实验 那这个我刚刚大家回答过了 就是参照的角度来看 那就是一个facilitator的这样一个角色 那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当我们综合了这些之后 我们现在都还在发 paper 就是我们会一直在就是 就是国际上去把我们所做的这些 process 发在向 social archive 发展上的这些事情 这些东西其实就是现有的各部会的计划 我们并没有去新增计划 我们就是告诉部会说 你要用新的方式来做这个计划 你不能自己并能造军 你必须开门造军 必须 work out loud 当地方有个新的 innovation 出现的时候 它必须是横跨各部会一起来看这样子一个计划 而不是每个国会用一年一年一级一级一级的 外国的方式去进行审议 那这个如果感兴趣的话 地方创生国家战略里面有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像我们之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 民间的那个跑道平台叫做B台湾 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就是 它里面就有台湾嘛 你不可能行造B台湾而不行造台湾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想法 就是说民主 然后民主创新这件事情是很好卖的 因为在我们周边的像泰国 他们现在正在想说 就是我们到底要训证一段时间 还是我们真的可以民主化 他们所有的公务员 然后包含这个社会人士 都觉得说如果台湾能够去 demonstrate 说你可以和平的转型 和平的民主化 也不会死人的话 或者说像这个太阳化 你可以照顾你但是也不会死人的话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那他们的这些部长是最好 他们愿意在台湾进行学习的 那如果我们这个 demonstrate 是真的 work 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影响是大国任何单一的服务 或者单一的产品 因为它等于就是把人洗脑的这个阵营来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跟这个区域 两个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这一位小螺丝丁想要问出 大概十年那时候创新做法的特别 不需要十年 新采购法这个应该很快就会通过了 而且新采购法就算还没有通过 就是文化采购法等等的那些部分 我们已经当拍了已经先走了嘛 而且现在像我们在这次说的覆准的里面说 里面应该先有一段去用神作为中心的设计 设计的部分 以前都只能用九万九千开的标案 那从去年开始也都不用就是八万九千的标案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所有这些论文都在都在增加当中呢 大家一次改一点点 那重点是说改了就会要不允许 让其他人去指导 两个人有五千人联署的就自动成为一地 然后每个月我们的开放证度也要有人去说是 我觉得它可以成为外交主要的手段的一个方法 那这个公共策略的凝结 我觉得就是透过这样子不断 Iterative的process去进行了 那CP11我想我们有办法评价 特定的这个商店 那但是我想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就像我们长照在这个每个clinic 每个诊所的一些比赛类的还要多 所以这两本是一个叫做一个标杆嘛 然后当我们在做标杆讲 你实际上是为中心的服务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 那请诊所的这个医师们多逛一下这边的 然后看一下说在长照政策里面 透过最近这个通过有没有医疗你们 要怎么样子去不断的客户往吃晚吃 那这边就就我刚提到的很多 我只会尽量用就是网吃的方式 录虫到smile上面 那然后最后就是我们欢迎一切形式的合作 我们可以互相派fellow 然后大家一点点提案 然后呢 甚至反过来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些客户 也是微笑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非常欢迎旁边的 那实际上各国的这些就是做公共设计的朋友们 都来我们这边到fellow的这些评论 所以我想 呃我们本地的答案应该会以外 那所以不好意思多赞养大家在今天中的事情 就带来给大家的声音谢谢 谢谢 那谢谢奥迪 我觉得这部分文言 因为所有的部分大家都已经是着重在大家的 想问的问题 就只不过回答 那最后开发一点 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意有问题 想要再 我想要捐十分钟给你 想捐十分钟 那时候可以做直接是我 哈哈哈哈 只要扣钱就过了 对对对 其实我对刚刚奥迪做了一段好的分享 其实当资讯够透明的时候 实际上很多的共创就会成为可能 因为我觉得大家在这个部分 是很多的 刚刚他讲的一个部分 我自己在讲的一段 就是很多的相同的一些想法 如果不是真的透过这样的 谈不过交换的话 大家 呃人死的部分有些也太大 但是呢 确实性感是相当讲的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也可以 如果我们全部在刚刚 几位主管 在问其他想法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做的 非常好的示范 也是我自己 自己觉得现在观众图上面 特别有创新的 期待跟希望 因为 毕竟有这样的一个 能够话故会 刚刚在讲 验尽这件事情 我觉得 都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 然后我觉得这部分 就让大家知道实际上 我们应该可以协助 或者是一起共创 未来的新的可能性 是用最热的掌声 再感谢一下 谢谢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